时隔13年,舒奇坦言说出与黎明分手的原因,网友,难怪从不提她。 舒奇,早前是以业余模特为人所知,后被导演所看中,出演色情男女荣获金像奖最佳女配学,而进入了娱乐圈。 值得一提的是大紫大红后的她,突然结婚退出了娱乐圈,不少网友议论纷纷,这是为了比开黎明吗? 舒奇在嫁入现任冯德伦之前,即使与曾经四大天王黎明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,两人在98年的时候英系玻璃之城结缘,假系真作,成为了大家羡慕的金童玉女,然而好景不长,两人的爱情不被黎明父母所认同,即使黎明的粉丝也不看好他们两个。 在当时舒奇没有什么名气,而且是靠写真维持生活,这样的工作让黎明的父母带有天见,值得一提到的是舒奇与黎明交往期间,发现黎明自己也介意住自己的过去,对于舒奇来说,这样的爱情已经没有意义,忍痛选择分手。 这段长达七年恋情,不论是舒奇还是黎明,在一起的时光都是无比美好,据悉分手后黎明一度接受不了,一心想要去自杀。 。 而舒奇更是因为她而陷入了抑郁,多次去看医生,可见两人真的将对方爱到骨髓里边去了。 。 两个相爱的人最后却没能走到最后,不由让人感到遗憾。 。 舒奇在拍《最好的时光》,里边有一段是舒奇扮演异迹被他人嫌弃,情绪一度失控,痛苦不已,失声痛哭,在场的人都惊呆了,看来还是放不下与黎明这段感情。 。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,两人都选择勇敢之面生活,开启了新的生活与恋情,舒奇于2016年对外公布恋情,与冯德伦结为连理,更是在17年的时候宣布暂告演员生,估计是想要留下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。 。 记得赵川曾说过,这世上最自私的莫过于就是对爱情的忠贞,其实人生不只是一个转弯口,最重要的是看你如何选择,但请你相信,每一个转弯口都会遇到截然不同的风景。 。 就如同黎明跟舒奇,经历这段感情之后,会更加珍惜接下来的感情。 。 赵川在现在就告白三的点评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 。 在第三期中,就有一位勇敢向15年男闺蜜表白的女生,最后男生也承认自己爱了很久,只是一直不敢说。 。 所以说,爱情到了就应该珍惜,不要爱到分才显珍贵,很多人都不懂珍惜拥有,直到失去才看到,其实那最熟悉的才是最珍贵的。 。 让人惊喜的是舒奇在今年已经慢慢出现在大家的事业上,不仅参加节目中三听二的录制,而且还是黄博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的女主角,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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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